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上角跟大家讲一下路生上谈 就是我们自小听到父母师长都会时时讲 要珍惜你的时间不要浪费 因为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我们当时真的觉得是不是这么严重 时间而已一天这么长 玩一阵多闲 一生这么长一年半载的时间 虚度了也不是那么紧 其实你听我现在讲一讲 下面的每一个时段 你就会发觉真的这么严重 首先我们时间是用年月 一个星期一个小时 一分钟一秒来计算的 现在我们先讲一年 如果你说一年有多重要 那你看那些考试不好 要重读落班的学生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说一个月很重要吗 你只要留意那些 怀孕早产的母亲 就知道那个婴儿 这个月对她的严重性是多重要 如果你说一个星期有多少价值 那你又问一下那些 每个星期出一个周刊的总编 他在这段时间 如果不够资料 他怎么出呢 再说到一个小时有多少价值 你只要问一下那些伤爱的人 他在等待对方未出现 这个小时 他的心里面是多不舒服 多担心 多火滚 所以一个小时 对于他们来说 是很长的时间 会引致情绪很不安的 好了 又说了一分钟 一分钟 这个是很小时间 一会儿就过了 但是很重要 对于那些要赶去搭火车 赶上飞机的人 这一分钟就迟了 火车和飞机都离开了 那你就不能够去你的旅程了 我曾经有这个经验 我自己做梦都试过 是不停地追火车 因为我迟到火车开了 而这个真真正正 是我小时候有这个经验 是我们乘船来香港去澳门 我们上的车竟然是死火 不能去 最后很辛苦 找到第二辆车来去的时候 去到那个船 码头的时候 离远就已经揮手 叫人家 你们不要开 等我们开 所以真的 这一分钟 对于那些旅游的人 很重要 至于一秒钟又如何呢 迪达家就去了 你想想 那些死女逃生的幸运儿 就是那一撒挪之间 就是损失了她的生命 或者她可以幸运地逃过劫运的了 至于一个毫秒又有什么价值呢 更加短的时间 如果你问那些运动选手 她丢失她的金牌 就相差这个时间 这些就是分秒必争的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的人还在 身边还有我们的亲人 还有很有陪伴的时候 这些时间很快流逝的 所以一定要和这些 值得我们付出爱的人 来分享这些余下的时光 我们要记住 时间不等人的 时间不停地运转 所以我们要努力 令到每一天都有好的收获 你说是不是呢 多谢大家的收听